经过两年努力的学习 首批在激大参与原住民 足语师之学分班的学员 终于从老师手中拿到解业证书 过去两年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我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想要学的是书写的部分 我希望完成了这两年 赶快去做甜调跟语料 把老人家所遗留下来的智慧 把他们遗留下来的这些语言 都能够摘入下来 我想这个才是我最重要 最需要要做的一件事情 能够完成这两年 我对我自己感觉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在我这个年龄 语发法通过以后 足语教师专职化也纳入保障 不过要取得原住民足语老师资格者 必须取得足语高级认证 并取得原住民足语师之学分班 学分证明两项要件 继大今年首批结业的16位学员 都希望能进入学校 成为专职足语教师 为附证足语做贡献 我希望有机会的话 我喜欢这样子的传授工作 毕竟是可以传授下一代 而且我也蛮喜欢 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 可以就是结合美睫的这个教学 更生动更活泼 担任技大足语师资学分班 足语教师的张苏尔校长 同时表示 目前足语师资普遍缺乏 所以如果要看见足语振兴 除了技大外 还包含全国其他六所大学语言学习中心 首批结业的足语教学人才 应该辅导他们 尽快投入语言教学的行列 让各级学校的原住民学生 都能充分获得足语课程的授教权 原事新闻No 蓝头普里 财榜报导